這怎麼寫 什麼字 我要先練習一下 沒關係 我們有準備被子 你可以寫錯 杜麗你剛剛不是寫過一次了嗎 對啊 但是那個 我不太會用這東西 來看一下小梁哥好了 小梁哥是不是還蠻會寫書法的 還好還好 你去年寫的還不錯啊 但是我想寫的句子這裡沒有 你想寫什麼 因為去年是 這個基年嘛 你寫嘛 紙不夠長啊 寫那個對聯啊 你想寫什麼其實 我想寫舊雞掰 新狗來 不讓我寫 可以啊 新的狗年來 沒有人不讓你寫 你寫嘛 對啊 我們有幾的啊 給你兩張啊 我的字真的好醜 看一下少俠的 不要看不要看 不行一定要看 欸這寫完是要送給粉絲的喔 你確定粉絲有要嗎 粉絲很喜歡你們寫的春聯耶 看一下 杜麗寫超快的 但是我這樣寫好看嗎 小狼哥你幫杜麗看一下好了 你覺得他寫的怎麼樣 寫的很好啊 對啊 以外國人的角度他這樣應該算寫的非常好 我剛剛寫我還寫錯字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看得懂嗎 十犬十美 你知道為什麼 你幹嘛笑 你幹嘛笑 有問題嗎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天 天 beautiful 是這樣嗎 他其實應該是十犬十美 然後是因為今年是狗年 所以變十犬十美 狗就是犬 好少俠好了 來看一下少俠 狗運亨通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狗的命運很痛 狗的命運很痛 這隻狗會通靈 這隻狗會通靈 欸要簽名喔 我們要受粉絲 簽在旁邊小小的 要先在那裡 用這隻筆嗎 對 烤你 要寫在哪兒 旁邊喔 畢明的主持人寫字都很美耶 我的天哪 你們該不會是有在接副業吧 小燈的字很好看 對啊 因為我常常有去抗議 你們兩個人蠻好看的耶 抗議 抗議為什麼要寫書 所以吃的還是好的 都可以啊 你喜歡就好 小狼哥離你之前學書法 應該有二十年前了吧 都寫書法 有啊以前國中不是都要寫書法 啊對對對 還是爸爸比較會寫 對啊 你不是以前都頂著半頭在寫書法 那杜麗應該很常寫書法啊 因為以前 我大概一年一次 我每次都是來我們二分之一講 可是我都會寫一次 你以前不是包工嗎 這好簡單喔 我都已經在周家東院寫的 我然後負責 周家東院 他是吳家東院 你是吳家東院啦 那個那年花開 喔 旁邊 小正姐也是在吳家東院練習的嗎 他旁邊要補一下 小小小 你每一年這樣寫 你有進步嗎 沒有 每一年只寫一次 每一年一次 誰會進步呢 我們是會退步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 而且我聽說很多台灣朋友的寫字都有退步了 怎麼說 大家現在都沒有在寫字 都是你們美國的錯啊 對啊 對啊 我們應該不要放你這種手機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我十年前中文寫字 我很想 我超生氣 因為昨天把我的鬍子寫字 十年前還在園園學校 每天都練習寫字 現在從來不會練習 都不會寫了 打電腦很可以 怪不得 小楊哥你覺得那個少俠寫得怎麼樣 蛤 寫得很好啊 你很敷衍欸 你知道嗎 不會啊 你這寫得很好啊 狗運很通 清通 清通 或者是想通 都可以 那小禎姐的是 我的是 金狗暴行 耶 我是狗年新蛙 小楊哥其實你看他的心寫得多美啊 真的那一個比較好 你在寫那一個吧 那一個 等一下再補寫一張 再補一個神秘禮物給大家 耶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那我們拜個年好了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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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新大運 王王 金狗暴行 十年十美 十全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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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覺得很難嗎 應該不能吧 應該不能吧 你可以寫了比喲 嗯 來試試看喔 比喲好認真喔 看一下比喲的好 看醬 好不好 比喲你知道狗年旺旺來的意思嗎 就是 欸寫不錯耶 運氣回來對不對 對 然後一個王 對 其實我相信這個 真的喔 真的嗎 因為我發現我年壓 我的狗 之後 我幫你寫第二個 好 就有很多工作來了 真的假的 所以你真的因為養了Luna之後 工作越來越多 比喲要寫完了 把比喲簽名 把比喲簽名 比喲好了 我看一下 好秀氣喔 欸為什麼 看一下 狗年旺旺來 狗年旺旺來 我就整個 招 我就整個 欸羽萱你們沒有學書法喔 你們沒有學書法 你們沒有學書法 可是你那個啊 旺那個口那邊 有一點點筆錢 你現在怎麼拿毛筆 跟拿鉛筆 對啊 欸喜哥你教他怎麼拿那個毛筆 旺旺什麼 招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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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的 太過年了 欸 你其實毛筆不是這樣子拿耶 哈哈哈 你要這樣有點那個 他翻外偏 是這樣嗎 他用畫的 彩怎麼寫 不是不是 你不是要這樣子拿 你不會解放拿 你幫我拿 我教你 你筆不是這樣拿 你筆要這樣 他們沒有學過書法啦 這樣嗎 這樣 這樣 你要用這隻手把筆撐住 這樣 這樣 才怎麼寫 才一個背 才一個背 那不是更難寫 你這樣寫字才會漂亮 對啊 哦 簽名 是要送粉絲的喔 雨萱是番外偏 雨萱是番外偏 你是不是壓力很大 好醜喔 很醜欸 你要順一下那邊 那隻更難寫 那隻更難寫 欸你老婆來了 你老婆來了 欸 老婆你來一下 我看一下你老公寫的字怎麼樣 你去那邊 前面 那什麼 有 你寫什麼 旺旺招財 旺旺 對 今年是狗 你覺得他寫的怎麼樣 很爛耶 哈哈哈哈 你用比較好嗎 你用比較好嗎 韓國人有學書法嗎 你用比較好嗎 韓國人有學書法嗎 呃 至少我覺得韓詞比較好看 你也寫一樣 你也寫一樣 而且剛好我家有狗狗 你家有狗狗 對啊 你要寫一下 你要一樣寫 旺旺招財 欸雨萱等一下 因為你要來看一下 你老婆怎麼寫的 耶 這個 重點是 也太粗了 很醜好不好 比我更醜 你再這樣 我就要叫江勳來 這很醜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還寫 他這樣可能需要 你先不讓觀眾朋友 可能需要再準備一張 對 不要沒關係 這才是原汁原味 你好認真喔 旺旺 欸其實還不錯耶 但他太 寫這個的時候不能講話 太厚了 好 他請問我們唱 對 不是我啦 他已經寫了 因為旺有沒有一個點 沒有 沒有 是小狼哥的字真的嗎 我覺得你不夠字寫 你下面一定變小 欸你看一下小狼哥的字 你不要提醒他啦 你要趕快寫完啦 你看小狼哥的字 想說 雨萱一直說很醜 到底有多醜 雨萱到底有多醜 讓粉絲來 評評理嗎 來打分數 欸我們叫江勳來打分數好了 欸江勳 讓江勳你來一下 你要簽名在這邊 OK 你要簽名在這邊 聽 你等一下先不要拿起來 江勳你過來我旁邊 他們 呃 雨萱跟金敏哉在寫書法 然後等一下你幫我打分數 滿分是十分 然後你看一下 雨萱跟 覺得自己 他說他的漢字寫得很好的 金敏哉 看看誰的分數比較高 然後你等一下幫我打分數 好沒問題 好了 準備好了 金敏哉好了嗎 你們先 你拿起來 然後雨萱的拿起來 來 江勳去 等一下你會嗎 你進去你進去 你會寫書法嗎 我會寫啊 你去旁邊 但是我覺得你來 你進去 不是等一下 的話 金敏在寫得很好 耶 但是 他的名字我都看不懂 對 這個 我的簽名 你的簽名 江勳你是不是拍馬屁 對啊 寫得比較好 對 我覺得他名字的話 就是語心覺得比較好 你們覺得你不覺得嗎 不覺得 我覺得 我的真的是好看 我覺得他的太厚了 所以他不好看 可是你的太稀了啊 你看你的那個 第二個那個旺 那一片 所以你比較喜歡厚的 對 因為女生比較喜歡厚的 什麼東西 什麼 江勳講的話公正嗎 沒有 比較喜歡厚的 好啦 你們三個跟那個粉絲 拜個年好了 做個新年快樂 祝大家 恭喜發財 然後 紅包拿來 什麼 狗年型大運 金米齋 西方買發財 最近 絕對 全都是 新年快樂 好 將軍 祝大家 四次順利 年年好運 新年快樂 恭喜 恭喜 恭喜發財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 然後 見到 師傅 至今 有時候 輕問 我們 醬 千元 大運 來 但是 筆 真的 不信 感谢观看